就是说我们在外地 我们打开APP 可以控制家里的一些设备 我们刚才添加的设备 这是刚才添加的窗帘 我们演示一下 这是开窗帘 关窗帘 暂停 我们再演示一下 演示一下灯光 这是灯光 灯光控制 我们打开灯 关灯 然后这是一个空调控制 我们点到更多 进去之后有温度 风速 开关 我们试一下 空调打开 空调关机 这是一个电视的控制 我们在里面可以调电视